大家好,一年七月的大阪八斌之旅正式开始 看影片之前,记得赞好订阅支持我们的频道 还有分享我们的影片给朋友看 今集是第五日的行程,一早吃个丰富的早餐 然后就出发去回大阪 今天会住JR大阪站上面的酒店 在酒店搭电梯直落就是大阪动物迷必到的地方 再带大家吃下酒店及的铁板烧 还有炸猪瓣定食 好了,是时候出发,Let's go 好了,今早一早非常之好天 欣赏多次这个无敌的海景,就出发去大阪 出发之前,当然先吃个丰富的早餐 一起看下有什么食物 今早的早餐比昨天的比较简单些 大都非常之好吃 趁还未够坐巴士 等我带大家看下酒店有什么食物 另外,它都有很多熊猫的产品 有几部夹公仔机 都有很多不同地区的手信 这边都有很多不同的熊猫产品 跟着中间位置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手信 好大部分都是熊猫造型的手信 如果昨天在动物园买不够的 这里买就适合了 跟着走入一些 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植物手信 跟着就是一些传统的手信 跟着就是一些传统的手信 走完一个圈 其实这间手信店都很多购买的 在这间温泉酒店住了三人两夜 都满满意 大家有兴趣的就来试一下吧 是时候搭巴士出去白宾站 搭火车了 我们会搭早上10点26分那班车 出去大阪 车程大约两个多钟头 到了啦 今天会住JR大阪站上面的酒店 开箱片我们会在片名介绍 记得看完啦 搭了这么久车都有一点肚饿了 直接看看酒店有些什么食 其中这间餐厅是吃一些日本定食的 而旁边那间是一间西餐厅 有几款不同的午餐套 还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蛋糕 而最后见到这间吃铁板烧的 它有吃神户牛的啦 亦都有各产牛和黑毛和牛 最后我们选了吃铁板烧这间 我们选了各产牛吃 酒店的住客还有15%off的QPON 记得问去拿啦 它整个套餐有前菜 不同季节的餐汤 如果牛排想不到想吃哪一款 你可以选一半是牛柳一半是西兰 就是各50g 一起看下师傅怎么做铁板牛啦 终于正式开餐啦 它整个套都有沙律和面士汤的 它最后都有杯餐饮的喔 我也是第一次在日本喝燕檸茶 当然还有甜品啦 这个甜品又漂亮又好吃 这一餐用了酒店QPON 每人都是200多元而已 真是非常之低食啦 大家有兴趣的就来试一下啦 吃饱了当然也是购买的时间啦 这次POKEMON CENTER 没有上次新年那么多人啦 终于不用拿整理卷进去啦 带大家走一个圈啦 这次货品齐全了很多 还有很多新的产品 这次的公仔款式非常之齐全啦 这次的公仔款式非常之齐全啦 再走完对面的任天堂专买点啦 这次一样不用整理卷就进去啦 里面买的东西跟之前的差不多 等我带大家走一个圈啦 不过今次多了很多平民的产品 和很多星之卡比的产品 好了再带大家走完对面的 这次是ONE PIECE专门店啦 如果你是ONE PIECE的 就一定要走这间店铺啦 真是超多产品买的 走到这么上下又是晚餐的时间啦 今晚选了这间食炸猪拍饭的 今晚选了这间食炸猪拍饭的 一齐看看菜餐有什么食啦 还要走到这间食炸猪拍摄呢 第一这间食炸猪拍摄的 这家炸猪排饭真的超多款式选 我都看了一会儿才选到吃什么 首先第一个运你硬了厚切炸猪排定食 虽然是厚切,但它一点都不干身的 非常之好吃 第二个餐就是普通的炸猪排定食 这一块的肉质都很嫩滑,很好吃 第三个餐就比较特别 它有大量的洋葱和葱在猪排上面 它比较没那么干身,非常之香厚 每一口都有洋葱的香味,非常之好吃 总括来说,如果你喜欢吃炸猪排,这一家都是不错的选择 有兴趣的就来试一下吧 好了,是时候介绍一下这间酒店和周边的设施了 一般酒店的设备都齐全了 最特别的是,它有自己酒店出的天然水 再带大家看一下浴室 它不是用浴簾的,所以不会弄到四围都湿了 基本上的用品都齐全 房间的基本都非常开阳 再带大家看一下四围的设施 它搭车到19楼大堂之后 再转车可以搭到16楼的餐厅 还有13楼大院的动漫世界 所以买完东西,拿回到酒店房是非常之方便的 而16楼有非常之多的餐厅 吃饱就可以直接搭车到酒店房 另外去B1楼层有便利店 还有药庄 而地面楼层有一间超多手信买的71 总括来说,这间酒店的地点真的非常之方便 无论买东西,吃东西,搭车车就可以到 大家有兴趣的就订阅来试一下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订阅我们啦 下集见,拜拜 by bwd6